疫苗殖民这个词你听说过吗 就在美国总统拜登高呼要为世界抗疫战争扛起疫苗大旗 免费为弱小国家援助疫苗的时候 谁又能够想到这张名为援助的旗帜 写着的却是殖民两个字 而这背后一场美国白宫与医药寡头间的肮脏交易逐渐浮出水面 而那些没有疫苗生产能力嗷嗷待补的弱小国家 则成了美国人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在割 11月2号 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公布了第三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 辉瑞第三季度营收为241亿美元 净利润高达81.5亿美元 为去年同期的5倍有余 其中仅疫苗营收就高达130亿美元 占总营收的54% 然而这样一家世界知名的疫苗公司 最近却陷入了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波之中 10月份国际消费者权益组织公共公民 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辉瑞公司正在利用疫苗剥削世界各国 这种剥削表现为辉瑞与各国政府签订疫苗供应协议 包含了一系列涉及他国主权与国有资产的不平等条款 例如要求阿根廷底下军事基地和大使馆建筑 要求巴西将海外资产作为购买疫苗的担保等等 不仅如此 签约国政府还不能透露任何协议细节 不得就协议的存在内容和条款做出公开声明 更过分的是 辉瑞公司还有权阻止签约国接受其他国家的疫苗捐赠 而在辉瑞一方 辉瑞公司却不需要对疫苗的交付时间 价格与方式进行保证 也就是说 辉瑞可以坐地起价 也可以推迟交货 没有违约一说 这份报告在国际上引起了悬然大波 印度媒体抨击美国正在实行疫苗恐怖主义 然而面对舆论质疑 辉瑞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 他们表示 如果不签署这些霸王条款 就不能购买辉瑞公司的疫苗 那么对于那些小国的领导人来说 面对此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各国领导人真的会同意签字吗 公共公民组织公布的这份协议清单 签署时间主要集中在2020年的第四季度 当时全球新冠疫情迅速恶化 每日新增病例50至6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已经高达180万例 恰逢此事 辉瑞疫苗在美国政府的紧急授权下航空出世 辉瑞疫苗的出现对于世界各国来说 犹如一道曙光 失控的疫情急速下降的民众支持率 终于有望在疫苗的帮助下得到控制 由于中国疫苗直到2021年初 才正式对外出口 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之下 辉瑞几乎是世界各国唯一的选择 为了谋求最大利益 辉瑞紧紧地抓住了各国想要获得疫苗的急迫心理 专门设计了一套饥饿营销策略 例如辉瑞高层曾公开发言称 短期内疫苗产能不足 买疫苗必须靠抢 此种饥饿营销立刻引发了全球对辉瑞疫苗的抢购热潮 不少国家甚至在辉瑞疫苗面试之前 早早就进行了预购 并且把真金白银双手奉上 不过辉瑞疫苗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例如2021年1月 正当欧洲各国翘首以盼等待辉瑞疫苗到货时 辉瑞却单方面宣布 他们在比利时的制药厂需要改进工艺 因此要行使其正当权利延期交货 交了钱却拿不到货 辉瑞的拖延做法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愤怒 各国联合向辉瑞施压 要求其不得延缓疫苗交货速度 期间美国政府做了大量斡旋工作 而在同欧洲各国的交涉中 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新冠疫苗所隐含的巨大外交能量 它不但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更可以通过控制疫情影响民意 决定一国政府的生死 自此 美国政府决定将疫苗作为外交筹码 牢牢掌握在手中 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说 怎么才能进一步提升疫苗这枚筹码的价值呢 美国人的做法是垄断 人为限制辉瑞疫苗从美国流出的规模 从而引发世界各国的高价抢购 但明目张胆地限制疫苗出口 显然会招致世界各国的抗议 因此 美国人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 以援助的名义垄断货源 据媒体统计 在疫苗面世以后 美国与辉瑞公司达成了多项购买协议 除了供给美国本土所需要的疫苗之外 美国政府还借对外援助的名义 以成本价另外向辉瑞公司 订购了10亿剂疫苗 根据白宫的说法 美国政府增购的这10亿剂疫苗 将会陆续捐赠给低收入国家 以推动世界各国早日战胜疫情 然而美国人履行诺言了吗 2021年5月中旬 美国政府宣布将于6月底前 向各国分享8000万剂疫苗 但直到8月份 这批疫苗才陆续到账 从1月到10月 这9个月的时间里 美国允许的10亿剂源助疫苗 最终仅仅交付了1.4亿剂 为什么美国的源助迟迟不到 是辉瑞公司的产能不足 让美国政府难为五米之吹吗 当然不是 辉瑞CEO曾表示 2021年辉瑞新冠疫苗的 年产量可以达到30亿剂 到了11月初 他们已经生产了26亿剂 出货量高达20亿剂 显然并不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 那这10亿剂源助疫苗 究竟在哪里 答案是 烂在了美国人的仓库里 根据公开媒体报道 早在2021年7月 美国多地就发现了 疫苗过期的情况 涉及的数量 至少达到了数千万剂 大量疫苗过期反映出 美国本土其实早已经疫苗过剩 这些疫苗本可以通过援助的方式 赠送给弱小国家 但最终却在美国人的仓库里慢慢过期 而美国政府手握着10亿支疫苗 人为造成国际上的疫苗短缺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抬升疫苗溢价 从而达到掠夺他国资产 控制他国政治的目的 最终我们无法获悉 美国政府究竟从疫苗交易中获利多少 目前公开的协议清单 不过是美国政府收割弱小国家的冰山一角 但毫无疑问的是 各国为了获得珍贵的辉瑞疫苗 获得不变卖自己的主权 这不就是美国版的殖民主义吗 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美国政府想要垄断疫苗货源 还必须要有辉瑞公司的积极配合 但对于辉瑞来说 作为一家追逐利润的商业企业 他为什么愿意以成本价向美国政府 提供多达10亿支疫苗 而不是高价卖给别国 这对辉瑞又有什么好处呢 到了这里才是故事最为精彩的部分 根据知名学术期刊 英国医学期刊发表的报道 早在辉瑞疫苗研发之初 一位名为布鲁克·杰克逊的员工 就曾向美国药监局 举报辉瑞公司 涉嫌数据造假等违规问题 这位员工并不隶属于辉瑞公司 而是文塔维亚科技集团的高管 而文塔维亚正是负责 辉瑞疫苗临床试验的承包商之一 在2020年8月的临床试验中 杰克逊发现本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临床试验的数据进行篡改 篡改临床试验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无论是夸大疫苗的效果 还是低估疫苗的副作用 都会在世界范围内酿成灾难 考虑到这一点之后 杰克逊多次向公司总部反映情况 但均遭到无视 在对公司彻底失望之后 杰克逊将相关的录音照片等证据 提交美国药监局 希望药监局加强对辉瑞疫苗的审核 但就在他提交证据 完成举报当天 杰克逊却意外遭到了文塔维亚公司的解雇 理由是无法胜任工作 除了杰克逊以外 他的一些良心未敏的同事 也一起向药监局进行了举报 但最终 所有的举报者都遭到了解雇 为什么杰克逊以及同事们 向美国药监局反映问题 却会被文塔维亚公司知晓 答案或许已经不言而喻了 美国药监局一直站在辉瑞那一边 2020年12月 辉瑞疫苗获得了美国药监局的紧急授权 到2021年8月 辉瑞疫苗被全面批准 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 美国药监局从没有对这家 遭到频繁举报的文塔维亚公司进行过检查 不仅如此 在辉瑞153个试验地点中 也仅有9个接受了表面上的政府检查 在这种情况之下 辉瑞疫苗的临床数据真的可信吗 显然 以药监局为代表的美国政府 与辉瑞公司进行了一场郎脏的交易 在这场交易中 辉瑞疫苗得以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快速上市 辉瑞公司则在世界范围内大发疫情财 而美国政府则获得了低价垄断疫苗的特权 一场借疫苗殖民全球的惊天大王 已经徐徐展开 然而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多久 从2021年初起 中国疫苗开始走出国门 相比于高溢价的辉瑞疫苗 中国生产的疫苗价格更加便宜 但更重要的是 中国从没有将疫苗作为一种政治武器 也不会有意控制疫苗的供给与流向 截止2021年7月 中国已经累积向世界各国提供超过5亿剂疫苗 是美国同期的84倍 到了11月7日 中国已经向110个国家和组织 提供了超过17亿剂疫苗 是美国的10倍 更居世界各国之首 中国疫苗为世界抗疫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但在美国人的眼里 我们不过是一个恶劣的搅局者 打破了美国人的疫苗垄断地位 让其疫苗殖民政策彻底破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疫苗上市之后 美国人不断发动西方媒体 点滴中国疫苗的有效性 但世界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美国媒体不天盖地的污蔑 依然挡不住中国疫苗 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并且随着更多类似的辉瑞协议 露出冰山一角 美国政府与药企巨头的肮脏交易 渐渐浮出水面 而美国人也很有可能 最终被自己设计的这场阴谋所反噬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政经 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百年 我们下期见